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伤心极了 想到慈爱的父亲这么早就离开了自己 这个人世间实在太痛苦了 七楚的泪水不禁夺况而出 不知不觉进入了似睡非睡的状态中 在光明的镜线中 一面二臂 首节七刻印 国王有五座式的脸狮金光闪闪 笑容可具地出现在面前 慈爱地对他说 善男子 你不要悲伤难过 也不要对这个世间生起厌烦 待你长大后 会成为不可多得的人才 宛如繁星围绕中的明月一般 将受到许许多多人的恭敬拥戴 卖棚人波切直接设授 加持你 你未来的红法力生事业十分广大 这样抚慰一番后 连世就不见了 他欢喜不已 受到了莫大的安慰 悲痛厌世的情绪也已荡然无存 第二天醒来 他重新振作精神 披上精进的铠甲 对前途充满了信心 此时 东方一片通红 朝阳漫漫地露出笑脸 似乎预示着法王辉煌的力重事业 童年的去世 每个人在天真无邪的童年时代 都会有许多趣味横生的事情 到了老成持重之年 每每回忆起都会别有一番感受 甚至聆听别人有声有色的讲述 他还提时难以忘怀的去世 也会未知感染 普通人的儿童时代 尚且如此令人迷恋陶醉 对于成就自在的高僧大德 那富有神奇色彩的童年 岂不更令人回味无穷 遐想无尽吗 这里 叙述几则法王童年时的小事 与您同享其乐 儿时 有一次 他和几个小伙伴 手牵着手 烫过一条水流湍急的小河 他们一边用脚试探着 一边慢慢地向前行进 走着走着 突然发现一块巨大的石头 横在河水中间 挡住了去路 小朋友们不知如何是好 各个脸上露出惊慌失措的神情 这时 年仅四岁的法王却不慌不忙 满脸稚气地对大家说 不要害怕 你们跟在我的后面来 说完从容不迫地走到那块光滑的大石头上 他所踩过的地方留下了深深的脚印 居然形成了一行小台阶 其余的小孩顺着台阶陆陆续续地过去了 大家高兴不已 跟着法王继续向前走去 那块岩石上的足迹 现今依然清晰可见 还有一次 他与小朋友跟德在一起玩耍 刚开始他俩只是你一下我一下地相互嬉闹 渐渐地 动起真格的了 扭打在一起 由于法王当时身弹力薄 哪里会是身强力壮跟德的对手呢 被他压在身下 正当他举手要打时 法王集中生智 猛地拽住了他的耳朵 使劲向上提 疼得跟德嗷嗷指教 苦苦告扰 连声说 你不要拽了 不要再拽了 我不打你了 两个小孩儿又和好如初了 在人们的心目中 水向低处流 是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 然而 作为四大获得自在的大成就者 却可使河水倒流 十岁的时候 夏季晴空万里的一天 法王赶着成群结队的牦牛 渡过瑟达河 当时河水缓缓地流淌着 刚刚没过脚腕 到了一片广阔无垠的大草原上 牛儿们自由自在地吃着草 他也悠悠自得地躺在柔软如棉的草地上 望着蓝天 白云 那观新的本性 慢慢地 心似乎已与虚空浑然成为一体 进入了忘我的境界中 不知不觉 落日的余晖映红了西方的天 不一会儿 已消失无余 突然 狂风四起 乌云笼罩 急昼地下起大冰雹 他入梦方醒 急忙将牛群集中一起 往回走 来到瑟达河边 他全然没有注意到此时水势暴涨 仍旧漫步惊心地步入河中 结果被湍急的水流冲走了 岸边的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吓呆了 回过十二来时 便慌慌张张张地大声喊 孩子被水冲走了 快去就啊 大家乱成一团 又有许多人围观在那里 叹息着 正在这时 忽然一个人惊叫起来 啊 你们快看呀 水向上流了 所有的目光全部集中在河里 真难以令人相信 河水竟然奇迹般地逆流而上 并且形成了一个漩涡 在漩涡的中央法王神态自若地躺着 好像依旧在关心的本性 人们被请客的变化 惊得目瞪口呆 他却安然无恙地上了岸 若无其事地赶着牛丸走远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